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 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支持特别行政区强化执法力量 绝不容忍任何挑战一国两制底线的行为 绝不容忍任何分裂国家的行为 贯彻落实 党中央决策部署 在香港目前形势下 必须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改变国家安全领域长期不设防状况 确保香港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援 静立健全天就是这样的区别人的政策 赞了国家安全领域长期不设防状况 灭在众子防状况上 怎么办呢